在英国议会下院遭否决的这份脱欧协议草案是去年11月13号英国和欧盟达成一致的协议草案 这份协议草案被认为是双方谈判一年多来取得的重大突破 但是这份草案在英国国内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那么这份脱欧协议草案究竟为何会引发如此之大的争议呢 我们马上来了解一下 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规定 英国在3月29号正式脱欧后享有21个月的过渡期 英国在过渡期内仍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与欧盟关税同盟内享受贸易零关税待遇 反对者认为这意味着英国在丧失欧盟身份无权参与欧盟决策的同时 却需遵守欧盟规则国家主权受到侵害 另外与爱尔兰边界问题相关的协议内容也在英国国内备手争议 根据协议如果英欧在过渡期内未谈妥贸易安排 过渡期结束后北爱尔兰地区将仍受欧盟贸易规则制约 以避免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出现硬边界 批评者担忧 这一安排不设截止期将为英国带来滞留欧盟的风险 在英国和欧盟就脱欧协议草案达成一致后 英国前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和前就业与养老金大臣埃斯特迈克维一等多名官员相继辞职 他们认为脱欧协议草案是英国对欧盟在各项关键权利上的退让 在英国前脱欧盟贸易草案达成一致后